如果简单的事情,你就记得用这个方法,公式打一打,然后向下填满就OK,但如果下来是没有复杂度很高,那就不是这么简单的,那可能你就要配合具体,这个具体我就不demo,因为这个其实是三个动作,一要不要放这里,二输入这个公式,三向下填满,有没有,打勾嘛,那向下填满就是这个空点,右下有个空点,快点两下,有没有,三个步骤,然后录下来之后呢,就变一个按钮了, OK,然后清楚的话也是一样,录三个动作,一要不要放这里,二,Ctrl 需要向下,三几厘程,把它录制聚集录下来之后,变成一个按钮,至于这怎么做,因为上上礼拜那课有讲到,所以你就照着做就OK了,最后的话呢,它一样录下来的东西会在模组,这个有可能在module 1,有可能在module 2,这个不一定,就看你的顺序,可能如果你先录的话,那可能是放module 1,然后 然后,这边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名称,那之后呢,请各位自行再加上这个注解,那注解的内容,不用跟我一模一样,这个是写给你自己看的,所以呢,你就是把,你做的那个动作,把它在每一行程式上方,再加上一个注解, 那顺便也可以了解一下,就是,用录制聚集所产生的程式,到底它写的哪些东西,那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这个完成,所以,这个,这个是上个礼拜我跟各位提到的,聚集行归自己做,然后今天又多了两个按钮,这个,这就变自己写了,然后, 然后,比较重要的是,请你把它写在模组里面,然后两个sub,加一个sales,其实这个sales,主要就是用来做什么呢,控制,你要输入什么资料,到哪一个储存格,那基本上, sales里面,最基本的元素,不外乎就是储存格,那不外乎就是范围,不外乎就是蓝列,然后工作表,工作簿,那如果你这些东西,都可以用物件, 也许你可以把它当一个物件,然后来处理它的话,那以后呢,你就不需要说一定要,就是一定要滑鼠键盘才能做这些事,那最重要的话呢,其实我们又多了一个回圈,那回圈其实, 最重要就是说,它可以帮我们重复处理一些重复性的事情,然后另外的话,再加一个变数,这个变数的话,比如这个I,其实有一个变数, 这个回圈里面有个变数,它可以帮我们处理就是不同的,这个应该是列,从第二列到第十列,那做一些公式上的变化,除了前面是不同的储存格, 有没有,第二,如果你直接改的话,前面应该是什么,变成Sales的哪一个呢,Sales的I, 必然的I列,所以,那意思就指这个范围,这个范围呢,做一些变动,那变动哪一些呢, 其实是公式上的变动,分别按照I来做改变,OK,那其实你会发现,如果这样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很多地方就变简单了,那前提就是,你要懂得如何去撰写对应的回圈,OK,尤其是for回圈啊, 那当然回圈里面,除了for回圈之外,另外还有dofile回圈,不过dofile回圈相较之下, 第一个,比较困难,第二个,用到我觉得相对比较少一些些,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所有大部分都是有固定范围的,OK,好,那这个写完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另外一个sup,另外一个sup的话, 难度会比较高,这个sup的话呢,基本上, 我们假如说呢,想要输出的时候,你会发现输出资料到除尘格的话, 那除尘格里面呢,它其实基本上并不是最终的结果, 而是一串连续的公式,那这个有什么缺点呢, 就是说明明这里面应该没有放东西,但是你会发现, 它其实存在以资料里面还是一串公式,那讲到那个公式很长, 那其实它会,第一个,会浪费空间,有没有, 本来应该不要存任何东西的,结果奇怪,你用公式, 那变成是说你要存一串的公式,那如果除尘格数量多的时候, 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的以资料档案会变得很旁港, 很肥大,因为之前有同学说,老师为什么我这个以资料档案突然变好大了, 我问你怎么做,他说我用那个输出公式到除尘格, 而且那个同学非常多,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 他说老师实行效率很慢,为什么,因为他越放越大, 有点像你越来越肥胖的时候,你一定跑不动,因为太重了, 所以怎么办呢,你势必要想一个方法, 我如果不要输出公式,因为其实输出公式,有点像是做一半的, 也就是说一半,他只是说利用输出公式之后,再利用Excel, 帮我去解析这里面的公式,然后产生最后的结果, 所以其实,你说他是VBA吗,他是啦,但是他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用到VBA的程式来撰写, 所以怎么办呢,你就要想说,那我是不是应该在VBA处理完之后, 再把最终的结果丢到这个除尘格里面,那就会是他最终的结果了, 可是问题来了,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个公式变成VBA的程式, 就是这个逻辑,Find,Mid,Effail, 另外可能要注意一下,Excel里面也有函数, 但是那个函数的名称跟它的用途,有时候跟Excel里面不一样,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那我要怎么写, 都要改写了,我今天不用公式, 这一样,我写一个什么,刮无自创,所以我写一个SOP, 叫做刮无自创,后面没有底线公, 因为我就不是用公式了,我直接用,好, 那第二步的话,我先把这个清除掉,我先清掉,执行一下, 那第二步的话呢,那我,这边最后,我是希望, 帮我把最终的结果,先输出,直接输出到这里, 那一样,如果你实在不太知道怎么写, 我建议你可以先在这边, 练习的话,我是建议用B3会比较多, 因为B2没有刮虎, 然后没有刮虎,你会发现做完之后, 其外怎么没有任何东西, 对,因为它没有刮虎,那当然没有, 那接下来如何,如果我今天假如要用那个VBA写的话, 那首先你可能要注意几点, 因为我们前面用了三个函数,一个是Find, 好,我讲过,那VBA里面呢,它没有Find这个函数, 但是它有另外一个函数,那这个函数叫什么呢, 如果你假设,你以后想要知道VBA的函数, 你可以打个VBA, 变一下,那各位可以看, 所有的VBA的函数通通都会列出来, 那当然我在基本上统计算过, 因为以色列里面大概会有250几个, 那VBA呢,它基本上100多个, 所以其实数量没有像以色列这么多, 那另外呢,我想知道哪一个可以有, 具有搜寻文字功能, 后来我找了一下, 那里面有一个叫INSTR, 这个,INSTR这个函数, 那他们要注意说,VBA点, 这个VBA点你不打也没关系啦, 只是说VBA点它会有个提示, 你可以用选的, 好,那你们假设不太会用这个函数的话, 有个方法, 记得,你可以点INSTR之后按F1, F1的话就是call help, 就是把那个说明档叫出来, 也就是游标记得, 放INSTR上方按F1, 那时候呢, 它就会跳出那个官方版的一个说明文件, 在这边, 有没有,INSTR函数, 它的功能是什么, 然后它要注意哪些事情, 它的语法有哪一些, 等等的相关设定, 有没有, 这些都有啦, 还有办例, OK, 不过, 习写的有点是阴翻, 只是阴翻中过啦, 所以有些语法, 感觉不是那么清楚啦, 不过, 参考应该是足够啦, 所以呢,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查群的话, 是一样啦, 我要查的东西是查钱瓜糊, 所以跟F1一样, F1是找钱瓜糊在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如果我今天要找钱瓜糊怎么找, 跟各位讲, 刚好跟F1的参数顺序间找, 它是先去哪边找, 先帮我在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叫sales, 储存格, 然后第一列呢, 第三列, 这哪一栏呢, A栏, OK, 你帮我在里面找找看, 找什么呢, 逗点, 好, 钱瓜糊, 所以你就给它一个钱瓜糊, 好, 那找到之后的话呢, 它一样会告诉你在哪一个位置, 那只是说呢, 这个VBA里面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说, 它跟Excel最大的差别是它有变数, 所以我可以先产生一个变数, A等于好了, 那A等于什么意思呢, 就是帮我把钱瓜糊的这个车道的数字, 先存在A, 所以A是一个数字, 应该是多少, 1, 2, 3, 有没有, A里面等于3, 那再把这一行公式, 在Ctrl-C贴一下, 然后把它改成B, 那B的话要查什么, 帮我找一下, 找一下这个储存格里面, 后瓜糊的位置, 所以有A是钱瓜糊的位置, B是后瓜糊的位置, 有没有, 最后的话, 如果我要输出到这里的话, 那一样就是Gels, A列的B, 输出什么呢, 所以有没有, 输出改成B, 等于很一样, 那要切割, 跟各位讲, 在VBA的Mid, 其实跟在Excel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函数基本上一模一样, 有些一样也不一样, 不一样你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好, 那第一个是说, 一样的叫三个, 一个是你要从哪个字帮我切割, 从A, Sales ID, 第三列的A栏, 其实这个指的是这个栏, 这个栏里面的资料, 把这个资料拿过来切, OK, 它怎么切, A有第几个字, OK, 购点B, 它问你一样, S到Slong, 其实这意思是说, 你要从哪个字开始的数字告诉我, Long就是一个长整数, 哪个位置, 那就是钱瓜5, 钱瓜5也是, 因为有个变数是A, 所以是A3, 可是不对, 如果我从第三个字开始, 会有钱瓜5, 那怎么样, 加1就可以了, 其实跟上面Excel公司有点像, 重点, Lex, 是几个字, 其实跟Excel里面的规则一样, 第三个, 几个字啊, 那就什么, 后瓜5位置, 刚好有个B, 所以B, 剪掉A, 后瓜5位置, 剪掉钱瓜5位置, 再剪1, 这个不是跟前面有没有很像吗, 后瓜5一下, 好, 那这样我们就写完, 一个程式了, OK, 所以第一阶段, 那这样只是针对第三列的部分, 其他是没有,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还是输出到这里看看, 如果你可以看到瓜5里面的资料, 那恭喜你, 表示你已经完成, 有没有, 这个OK了, 那如果这个OK的话呢, 其他应该就OK了, 再加一个回线就可以了, 所以哦, 这里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跟各位讲, 你再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如果你把游标放在B3上面, 你看到的, 在编辑列里面呢, 就不会是很长一个公式, 而会是第三阶冠军, 这五个字, 那相对, 他就不会产生太多多余的文字出现, 那请各位试一下, 待会的话, 一在那个光芸自创下方, 再多增加一个没有公式的, 然后比较特别的就是说A跟B啦, OK, 然后思考一下, 如果要跑个回线应该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这一段, 我看一下这一段应该, 名单上其实也有啦, 就在这里, 一模一样, 在第五页的地方, 试一下,